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B突轮轴轮廓控制电路高压缸仪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OBDR车辆 受影响的车辆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沃尔沃、雪佛兰、福特、道奇、保时捷、福特、路虎、奥迪、现代、菲亚特等 尽管是通用的,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而异 组态、突轮轴负责气门的位置 它使用在设计中集成了带有突脚的轴 以进行特定的测量取决于发动机制造商和型号 以便在机械定时正确实以最佳的量、速度精确地打开和关闭气门 曲轴和突轮轴使用不同的样式 例如皮带、链条、机械连接 在代码说明中,他们提到了突轮轴轮廓 他们在这里指的是半的形状或圆度 有些系统使用这些可调半 我将其称为在特定时间精确集成更有效的半设计 这些是有益的 因为在不同的发动机转速和负载下 具有不同的突轮轴轮廓可以提高体积效率 这取决于操作员的需求 重要的是要注意 大多数时候它不是另一个物理波半 制造商通过使用不同的策略 即可切换、可调的摇臂组件来模仿新波半 在这种情况下,说明中的字母E非常有用 突轮轴不仅可以再认一侧 而且每个气缸盖上可能有两个轴 因此,在继续操作之前 弄清您要使用的突轮轴非常重要 就银行而言 银行E将是拥有Number1气缸的银行 在大多数情况下 B是指排气突轮轴 而A是指进气突轮轴 这一切都取决于您使用的是哪种特定的发动机 因为有无数种不同的设计 会根据您拥有的发动机而改变这些诊断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制造商的服务手册 当ECM发动机控制模块 在突轮轴轮廓控制电路内检测到故障时 便用P002C和相关代码点亮CELL检查发动机灯 当排一电路中的电气状况较高时 将设置P002C 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严重性设置为中 也就是说 这是一般指南 根据您的特定症状和故障 严重性将有很大不同 一般来说 尽管有任何液压问题 或与发动机内部系统有关的问题 我倾向于建议尽快修复该问题 并不是您想忽略的车辆区域 因此必须由专业人员来诊断和修理它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02C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低功率可驾驶性降低燃油 经济性节气门响应异常效率 普遍下降功率带改变常见的原因有哪些 该P002C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 缺少机油维护不正确的机油被污染的 机油电磁罚卡死断线电气短路 内部或机械ECM发动机控制模块 问题P002C的某些故障排除步骤是什么 基本步骤一首先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验证发动机当前使用的机油的整体完整性 如果业位正常请检查机油本身的清洁度 如果是黑色或深色请更换机油和滤清器 另外请随时注意您的机油时间表 在这种情况下这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您的机油保养不当 机油会慢慢被污染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击聚了灰尘或碎屑的机油 会导致发动机的液压系统 及突伦轴轮廓控制系统发生故障 污泥是缺乏机油维护的另一个结果 它还可能导致不同发动机系统出现故障 话虽如此 请参阅服务手册中的时间表 并与服务记录进行比较 很重要 注意始终使用制造商建议的机油粘度 太厚或太锡的机油都会在旅途中造成问题 因此请在购买机油之前先确保自己 基本步骤二 找到突伦轴轮廓控制电路中使用的线束 电线和连接器 您将需要找到接线图 以帮助进行电线识别 图表可在您车辆的特定服务手册中找到 检查所有电线和线束 是否有损坏或磨损的迹象 连接器上的连接也应检查 连接器通常会由于突耳折断而松动 尤其是这些连接器 因为它们会受到持续的发动机振动的影响 注意 最好在引脚和连接上使用电触点清洁器 以便在进行连接以及将来进行连接时 都轻而易举的进行连接和卸下连接器 权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